欢迎您再度回到港督新闻的现场 接下来要进行的是左邻右舍的单元 再过几天就是端午佳节了 在男子区有一场包粽子的活动 这是大昌里的志工伙伴们 他们在今天要挑战包出4000颗的粽子 而这些粽子不只是要和社区的民众一起来分享 同时也要送给里内的弱势家庭 让大家一起欢度佳节 一曲秀巴掌为这场包粽子的活动揭开序幕 大昌里的社区志工不分男女 有人双手不停地绑粽子 另一头则要将绑好的粽子整串下锅 大家通力合作要在短短一天之内 挑战包出4000颗肉粽的艰巨任务 即使难度高 志工们各个是深居信心 我们就是这里的志工 我们都这里的志工 大昌里的志工 我们每一年志工都会自动来这里 我们大家都会学习 都来这里摆 所以大家都会感谢 才一个上午的时间 桌上就堆起了一座座的粽子山 现场飘起了肉粽香 再配上刚煮好的咖啡 绝妙的食物搭配 让活动会场的气氛是又香又浓 我们一般这个端午节的原因就是 我看到我们这里老大人 真的 也是要照顾他 有关怀的 还有低收 还有独居的 还有年轻人都出去外面嘛 我们感觉说 我要来照顾 所以他扮这个 刚刚好端午节 端午节 大家大昌里面来大家包粽 除了让街坊邻居互相分享 4000颗肉粽绝大多数都是要送给 社区内的弱势民众 短午佳节即将到来 这场包粽子的涟漪活动 也提前让大昌里的社区 感受到浓浓的佳节气氛 港独新闻 郑景洪 黄莱军 采访报导 大高雄真的是温情满人间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群 古早味小吃店的老板 他们是如何一起揪团来做散事 这是在凤山区有八家古早味的小吃店的业者 他们为了要照顾弱势家庭的学童 共同发起了劝募的活动 而靠着美味又道地的小吃 果然是吸引了许多的顾客上门 大家一起共襄盛举做散事 50年的水煎包 50年的V哥 还有50年的V台棒 这些好吃的古早味 老板不约而同 都在凤山区的维新路开店做生意 现在这里不仅是一条道地的美食街 老板们决定要回馈社会 配合区公所 为弱势家庭学童来劝募 希望用实际行动表达支持 因为想要回馈这个社会 因为就是回馈凤山地区的小朋友 我觉得化小爱为大爱这样 热锅里冒着滚烫扑鼻的香气 店员忙着将尖台上的藕柜打包 整个早上人潮络绎不绝 老板靠着道地美食吸引顾客上门 也期待有爱心的您 一起来帮助弱势家庭的学童 我们付出小小的爱心 一定可以积少成多 那以后我们也希望说 凤山美食做公益 帮助弱势 可以增加无限的意义 大家一起来 我们希望说 有更多的美食老店 更多的商家来参加 这个送爱心的活动 让我们的这个 我们在地人 来帮助我们的在地人 来这多多消费 真的来这里吃好吃的美食 送这个爱心 真的非常有意义 欢迎这个 我们凤山区的民众 还是我们高雄市的民众 都来我们这儿给我们告关 来我们这儿给我们做爱心 这下会落实募款活动 从即日起开始到八月底为止 所得金额将捐给高雄的社福团体 主办单位希望能号召更多业者来参与活动 期待所有爱吃古早味的民众 共襄胜举 不管买多少古早味小吃 或是奉献多少爱心 都将会让学童感受到社会满满的温情 港独新闻 潘志光黄澜君采访报导 继续我们要带您看到的是 大高雄的网络借书服务 也从今天开始全面启动了 高雄市长陈菊 在今天参加了文化局和图书馆 举办的记者会 和市民朋友开心地宣布来说 现在只要靠着网络 就可以轻轻松松地来借书 请按钮 哇 大家看到多亮 按下按钮点亮大高雄 38个行政区的小灯泡 高雄市长陈菊带头启动 大高雄网络借书服务 让每一个人不管你居住在哪里 甚至在纳马夏的山上 任何一个人喜欢念书 任何一个人对知识的追求 他的权利是平等的 这就我们来做到这点 让我们在知识的追求上 我们跑到前台湾 我们遭第一名 我感觉这应该是高雄的狡猾 我们感觉高雄 原来我们在这个部分 过去人家认为我们是文化沙漠 对这个没有重视 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 我们就对这个方面很重视 选在图书馆 满岡山文化中心分馆宣布 从6月1号开始图书馆全面一化 大高雄总计60个图书分馆完成串联 将提供多达350万册书籍 所以民众想要借书 只要透过电话 网络甚至是电子邮件 就能以最轻松方便的方式 前往住家附近的图书分馆 来取书借阅书籍 所以我们建立全台湾第一个物流体系 台北市网络借书的服务 7天 我跟各位报告 过去高雄市 4天平均3.7天 我们民众借书 只要网络下单 4天以内就送达 它指定了图书馆 那这个还是要结合物流跟资讯的服务 高雄县市的合并 我想在这个部分领先全台湾 颁奖表扬企业或个人 捐赠书籍与赞助网络解释专车 计则会先创图书馆 也将物流系统的车子开来站台 一共7台未来将在大高雄市里爬爬走 号称全国最快速度 5天内把书籍送达民众手中 让城乡不分远近 书香也能无缝接轨 港东新闻吴珍宇 刘志善 采访报道 明天在黄历上的日子好不好 适合做哪些事情呢 我们带您来参考农民历 明天是国历的6月2号 农历的5月1号 一祭祀万名祭嫁娶 充10岁数码的朋友 都给您做参考 一连下了好几天的雨 明天的气象情况是如何呢 带您来看高雄都会气象台的天气预测 高雄台南屏东地区 多云时阴震雨 气温是26到30度 南投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地区 多云时阴有下雨的机会 温度是23到30度 台北基隆北海岸桃竹苗地区 多云时阴震雨 温度是24到30度 一兰花莲台东 澎湖金门马祖地区 多云也是会下雨的 温度是22到28度 在紫外线指数部分 北部中部和东部是为量级 以至于在南部则是中量级 同给您做参考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港都新闻 我是黄澜君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